在佛地论第五卷也说 独世多天 就是多帅天 后生菩萨与众教化 后生菩萨即一生补促菩萨 此世界过显位 三世之补促大师 皆从此天降生 所以这么多种天 三界二十八成天 为什么佛菩萨不在别的天 偏偏要选多帅天 有它的表法的意思 表什么呢 你想要成佛 首先要做到什么 知足 换句话说 我们想要从人到 念佛生到极乐世界 你要做到什么 也要知足 是不是 不知足 就去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对我们现前 这个衣食住行 我们就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吧 这个衣服能够保暖就好了 不要非要去买那个名牌衣服 房子呢 能够遮蔽风雨 就行了 车子呢 它只要能够正常开得动就好了 用的这些餐具 只要它不是坏的 不是破的 不是烂的 就行了 实实知足 才是一个佛弟子的样子 你看这个孔老夫子的徒弟 颜辉 请问 颜辉有没有饭碗呢 他连个饭碗都没有啊 主要等我说 您家里饭碗多不多 大碗小碗 是不是 铁碗瓷碗 哎呀 那拿出来 几十个碗都不止 要学习 古人 好 下面呢 再讲啊 这个 脱胎跟出生 经文呢 是讲 将王公 他先是待在天上嘛 现在呢 缘分到了 众生呢 需要他来教化了 他就要投胎 来到人间 可是他投胎来到人间 请问他出生在哪一种家庭里面 王公 可了不起 他住是住在天宫 下来呢 住在王公 我们是怎么样呢 不晓得上师住在哪 现在这一世呢 是在普通人家 这也是有表法的 将王公 将生于王公 世宗 寒舍第二相之脱胎 与第三相之出生 本师世尊之脱胎 如因果经云 于是摩耶夫人 于免物之际 见菩萨 成六雅白相 腾空而来 从幼邪入 身陷于外 如处流离 在座的妈妈 在座的妈妈菩萨们 您怀孕的时候 您有没有看到 您的小孩 是坐着六雅白相 来投胎的 从空中降下来 从幼邪进去 摩耶夫人 就是这样子 受孕的 她是在 要睡 还没睡早 这个当下 可是亲眼看到 这个 世尊 从天上 做着大白相 来的 这是讲的脱胎 下面再说呢 出生 至于出生 则如涅槃精云 从母 摩耶而生 生矣 即 周行 七步 这是什么 神通能力 请问您的小孩 生下之后 有没有在地上 走七步 他如果在 那个产世里面 走七步 肯定会把大家 给怎么样 吓一大跳 是不是 这个小孩 怎么会 怎么地上 这个方向走七步 那个方向走七步 走四方 好 按照经上的介绍 当时摩耶夫人 她是在 无忧树下面 她这个右手 就攀一根树枝 而佛就在这个时候 从她的右鞋 就生出来了 你看都是在右边 是不是 脱胎的时候 从右边进 出来的时候 也是从右鞋出 您可能就想到 她为什么不从左边 请问佛可不可以 从左边进去 没问题 那为什么不从左边 因为佛法是上右 所以有右旋 是代表吉祥 你说我们在佛堂绕佛 您怎么绕 从左边进去 往右绕 右绕 三扎 那佛这个头顶 这个头发不是一个漩涡吗 它那个漩涡是右旋的 那您的漩涡是什么 您请别人帮您看一下 一般人都是左旋的 那么佛降生之后 在地上四个方位 走了七步 同时他还用手指指着天 说了一句话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所以我们在参加 欲佛节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世尊这个塑像 是不是 一个小男孩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这是表法的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那个对佛法不了解人 看了这句话 他就觉得 怎么释迦牧的佛 刚刚出生 就这么傲慢 还没有教他 就这么狂妄 还唯利独尊 这是不懂如来真实义 而这个我 是什么我呢 是真我 真我是什么呢 是指的法性 或者说佛性 法性是真我 法性也就是三德密藏 三德 般若德 法生德 谢托德 这每一种德呢 又具备 常乐我尽 是德 因此呢 般若里面有真我 法生里面有真我 谢托里面 也有真我 谁才真正 证得了真我呢 那至少是原教初诸 明星见星的菩萨 他们就证得了真我 所以啊 原教初诸以下的 还不行 大家呢 还是在用阿勒耶识 而这个我啊 有很多种意思 其中有两个 最主要的意思 一个就是 主宰 另外一个就是 自在 所以我们平常都跟人家说 我 我 请问 你能够坐得了主吗 你有自在吗 如果真的能够坐得了主 那你今天 来上课之前 你就不用穿这个 穿这么厚的衣服 穿一件短袖来就好了 穿短袖 也不能 那是你真正的 做得了主 就能够坐得了主 我 就能够坐得了主 就能够坐得了主